每吃一把松子就可能有一只悲伤的松鼠上吊而死 为什么松子这么贵 中国最好的松子产地之一 在东北长白山一带 松子长在红松的松塔里 这些松塔全部都在几十米高的树上 当地踩松子的人叫做打塔人 穿着绿胶鞋 踩着一副带铁子的叫渣子 他们要徒手爬几十米高 用竹竿把松塔打下去 有人觉得这么打塔太危险 发明了一个轻气球飞起来打塔 结果好多气球没控制住 一直飞飞飞 差点飞去了朝鲜 打下一百斤松塔最多只能取到十斤松子 在去掉壳取出松人 连四斤都不够 所以当地人说 十斤松塔一斤子 十斤汗水一颗塔 历历皆辛苦啊 能不贵吗 但松子都被人摘走了 松鼠可就没饭吃了 松鼠是特别认死脸的小家伙 为了和人抢松子 那真是斗智斗勇 可怎么可能抢得过人呢 打塔人说 松子收获的时候 总是能听到松鼠在枝头哭 甚至冒险去抢装好了麻袋的松子 被人赶走后 找个歪形的树枝悬在中间上吊而死 其实红松的繁殖 正是松鼠这些小动物们 摘松子时不经意间拨下了种 辛苦劳动谋生的打塔人和松鼠之间 人与自然似乎左右两难 有些打塔人会故意留下一些松塔不打 这份善意也是对脚下白山黑水最质朴的敬意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